每次一看就会胜味有滋有味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Jimmy 欢迎收看有滋有味 夏天到了 很多朋友都喜欢喝啤酒吃海鲜 那么当然就是海鲜了 分很多种 今天今天为大家介绍一个 XO酱炒海螺 讲到海螺就很有意思了 那么我们一般来讲 这样子的海螺就是不大 但是在南方 那个海螺就那么大的 所以呢 北方吃海螺都是用水煮的 它们是原汁原味 可能那个螺就是这样子的 那么我在南方时间比较久 我都是喜欢吃炒的海鲜 那么炒的海鲜要怎么做呢 就像这个海螺 能不能炒 能炒 但是你必须要先把它的肉 拿出来 又拿出来怎么办呢 先用布给它包起来 你要拿个冷口 那么就是说 偷吃以后 我们看螺的时候 一定要摸它一下 看它能不能够短时间以内 把它缩回那个螺壳里面 如果能说回去的话 来证明这个螺是新鲜的 那么这个螺是这样子 这个边向它有一个苦胆 这个苦胆不能吃 那么吃下去 我们顾名思义是苦胆 就非常苦 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吃了 那么后面这个是它的消化系统 有人喜欢吃 说它的味道很好 我建议就不要吃了 螺油拿出来以后 我们就切片 把它好好地片一下 片好以后 我们就可以拿来炒了 大家看一下 好 这个海螺已经切片切好了 跟这个一样 那么再过来 我们要怎么做 其实做这个海螺 那个非常简单 第一个 我们首先要买一个 新鲜的海螺 然后打开 当然就是说 如果你要切片的话 海螺越大越好 但是你要片得很薄 否则的话 这个海螺就会比较硬 但是我们一般来讲 北方就这样子喝 南方这边 我们还可以用来做什么 如果女生用来补身体的话 就用来煲汤 让你身体比较好一点 那么我们第一个要做的就是说 先把这个海螺 先滑一滑油 滑油的原因 就是因为希望那个海螺 保持它的那个鲜嫩 因为海螺不适合 火慢慢煮一煮 收缩等应 一锅油就要起来了 那么油开了 我们就把海螺拿下去 锅一锅油事情就解决了 我们就说油温大概是一百六一百八就好了 我们油开了 海螺下去 海螺下去 然后就说让它熟成一下 事情就解决了 大家看来看 那么怎么样看来它会熟了 这一般来讲 我们在餐厅的话 那个厨师都会用非常高的油温 我觉得说非常拿个多的油来做 因为这个海螺 一锅油的时候 它就会出水 我们就是要把它的最嫩的这个部分 保留起来 非常好 那么现在这样子的海螺 周围非常嫩 再过来我们还是用油来起锅 XO这样炒海螺其实来讲 就非常简单 大家看一看 我们最主要就是蒜 蒜稍微多一点没有关系 蒜多一点点 主角就是什么呢 XO酱 XO酱其实我们自己在家里做 也不难 只是稍微复杂了一点点 复杂了一点 XO酱炒海螺 关键就是XO酱 那么为什么有XO酱 其实XO这个字 大家会发觉 为什么那么熟啊 我告诉大家 XO就是法国的一个品牌 他们说这个字非常旧 就是说 这个VO就是十分之非常厚 XO就是Extra O就是比那个十分 XO还O的 就等于非常非常超级的 一些联酒营养的一些食材 那么怎么样去做呢 其实里面大部分都是干杯 日本干杯 然后有那个海米 蒜末 姜末 然后就要拿一个红葱头 最关键就是红葱头 那么就是火腿 真正在香港做的话 一定要加咸鱼 主要就是说干杯 火腿 火腿 咸鱼 虾米 副料呢就是蒜 红葱头 拿一个姜末 就这样子一起炒起来 那么过程里面 只要你慢慢慢慢炒 炒到最后 糖 盐 那个味精 来调味 就是我们在外面买到的XO酱 那些XO酱非常贵 原因就是这个日本干杯非常贵 所以一小瓶的XO酱在外面买大概是五六十块 来 我们再放下蚝油 因为这个海螺片 是一块炒类的一个菜品 我们就说现在把它拿一个青红椒 我们先放一放洋葱放一点点 否则的话呢 就没东西吃的 好 这个时候把螺肉放回去 非常香 好 这样子的话就已经熟了 这个可以起锅 哎呀 香味就已经全部都出来了 大家看一看 非常漂亮 很香 很香 那么这个菜大家看一看 做起来是非常简单 今天啊 亲密为大家介绍的XO酱炒海螺 这做完了 哦 非常香 螺肉 蜂蜂蜂蜂蜂蜜 因为素有盘中明珠的美誉 也是典型的高蛋白 低脂肪 低脂肪 高钙质的食材 除了清蒸以外 另外 用XO酱蜂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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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蜂蜜 成熟时就迅速地捞出沥干油份 再次倒油起锅 放入蒜片煸箱 然后放入适量的XO酱 蚝油继续翻炒 炒出香味后 加入青红椒 洋葱和螺片 炒至成熟后 成盘就可以品尝了 螺片 脆嫩的口感 伴随着XO酱浓郁的香味 美味十足 今天我们要一个小吃货 又过来品尝一下 那个金米做的XO酱炒螺片 来 我们请我们的小吃货出场 跟大家介绍一下你是谁 大家好 我叫杨汉平 我是小吃货 我是小吃货 那我炸给你起来 你先来吃 嗯 好吃 真好吃 你看这盐是怎么样 很丰富 很丰富啊 我跟大家讲 那么有时候我们做菜 第一个中国菜讲究是香味 所以我们做菜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考虑到 你端出来的时候好不好看 是 对不对 闻一下 来 香不香 香 刚刚吃下去 好不好吃 好吃 所以我准备在做这个菜的时候 就会把青椒 红椒 洋葱 那么这个做法 我们就是肤料 那么这个肤料 拌到煮料的时候 就不是一直拼命在吃这个 拿那个海螺 就是说 哎 这个洋葱 来炸炸一下海螺的鲜 因为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滋味的 看得到这个皮静 看得到看得到